真言第十三章 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十三章呢 是讲解什么呢 我的主题是这个 真言第十三章 就是智慧人的四个 智慧的人的四个特质 我们要学习有四个特质 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觉得 当我们在读真言的时候 就是很像一直提到智慧 智慧智慧 我预备的时候 每一次都讲智慧 但是真的 这是一本智慧的书 当我们看这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很有智慧的长者 长辈 然后呢在教导人 如何在生活当中 得着他的智慧 而且呢 他这个人 这个真言里面 他的这个智慧 好像说 如果你愿意 你就能够从中收益 如果他讲了 然后你不愿意跟随的话呢 那你就不得到那个益处了 所以今天我要谈到的呢 当我看第十三章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 智慧的人呢 他们有四个特质 是什么特质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求神帮助我们 第一点呢 我们来看 就是说什么 智慧的人呢 存有谦卑受教 智慧的人呢 他谦卑的受教 朋友姐妹 这个在第七章 第十章 第十六章 第十六节 那我特别的写下来 那我在读的时候 我特别的有领受 就是呢 骄傲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不懂你是否赞成 真的 骄傲其实是 我们人中中 最大的一个敌人 也是神最讨厌的一件事 神造万物的时候呢 他创造了这个 美丽的天使长 Lucifer 但是我们知道 他最终堕落了 成为了 这个魔鬼撒旦 成为了这个 堕落的天使 而这个堕落的天使呢 也去引诱人 也去引诱人 为什么他们会堕落呢 为什么天使长 Lucifer会堕落呢 因为呢 他有一件事情 他就讲说呢 他想自己成为神 就是骄傲 而他把这个骄傲呢 也带来了人的身边 他去诱惑我们的始祖 亚当夏娃 然后呢 他告诉他们说什么 你吃了这个分别 圣树上的果子 你吃了这个神 吩咐你不可吃的 这个树上的果子呢 你就可以好像神一样 就是人的骄傲 而是要想要 把自己变成神一样 就好像在过后 我们读到创世纪 人建造巴别塔的事件一样 弟兄姐妹 骄傲 让人远离神的一个工具 我读到了一句话 非常好 他这边说什么呢 他讲说 骄傲蒙蔽人自我的意识 骄傲会蒙蔽我们的自我意识 骄傲也蒙蔽了 让我们不愿意去听从神的教训 神的教导 你会不会发现 骄傲的人常常不会听别人讲 只有他讲的笨 只有他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因为这样的人 骄傲的人呢 他们呢 只能够听见自己的心 他对别人的好缘相迁呢 他听不见 甚至呢 有时候神 向他的心里说话的时候呢 他也听不见 他就是对自己的内心呢 也封闭了起来 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 骄傲的人 蒙蔽了自我的意识 然而呢 谦卑的人 做什么呢 谦卑的人呢 就不一样了 谦卑的人呢 有一个特质 就是说呢 他们很愿意的学习 他们就觉得说 自己没有比别人强 自己就还不会 所以呢 他们一直想要跟别人来学习 所以他们会向别人咨询 他们会听别人的意见 也会听见自己良心 对他们的说话 而这样的人呢 就是神能够向他们说话的人 为什么 真言说呢 智慧的人 是谦卑受教的人 因为你看 谦卑受教呢 我们会愿意聆听别人 而神呢 这时候就可以透过 他的身边的人 透过他身边的父母亲啊 他的长者 牧师或者是神是好朋友 同辈的好朋友 向他们来说话 而神也透过我们的良知 来向我们说话 若我们 骄傲 若我们 刚硬了的心 我们 不愿意 聆听神的话 不愿意谦卑来学习的话呢 我们就得不到 生命当中的智慧 弟兄姐妹 什么是显现出 我们今天是否 在神面前 是一个谦卑的人 或者是一个 骄傲的人呢 我在想 到底 我究竟是 谦卑的人 还是骄傲的人 可能 答案有一个 能够帮助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祷告 你是否 是一个 常常祷告的人 而你的祷告 我不是讲说 命令神 做这个事 做那个事 这个事 而是呢 当你有一个决定 或者是 每一次 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就跟神说 神啊 我真的很需要你 没有你 我真的不能够 圣经约翰福音 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 告诉我们 他讲说 离了你 我不能够做些什么 对了 这个就是 谦卑的人的人 祷告 当我们自己 在祷告的时候呢 你向神说 主啊 求你来指引我 当我们的祷告 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是一个谦卑的人 而谦卑的人呢 必定得到 生命当中的智慧 因为你是一个 神能够向你说话 而且你愿意学习的人 Amen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第一点 就是呢 智慧人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他不骄傲 他谦卑 纯有受教的心 接下来呢 第二呢 就是什么呢 他不只是 不骄傲 然后呢 他受教 而且呢 他是一个愿意聆听 像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骄傲 不愿意听别人 只有谦卑的人 愿意听 智慧的人的 第二个特质呢 就是愿意聆听 在这个真言呢 当我们看的时候呢 第一章 他就写说 第一节 他讲 智慧只 听父亲的教训 谢慢人 不听责备 第十节 听劝言的 却有智慧 第十三节 然后呢 藐视训言的 自取灭亡 敬畏 诫命的 必得善报 弃绝管教的 必至 贫受辱 然后呢 领受责备的 必得尊荣 这几节经文 让我们看见呢 智慧人的 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 他会 聆听 弟兄姐妹 聆听 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功课 是我们 学习 得着智慧的 一个管道 因为在 许多时候 我们常常 很厉害说话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向神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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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很多 我们的祈求 我们的渴望 我们的想要 但是 我们不大会 聆听 有时候我会觉得 牧师 有些牧师 为什么他们能够 祷告这么长久的时间 其实我发现 原来 这么祷告 长久的时间 是 虽然我们用方言 祷告 可以祷告很久 但是呢 很多时候 祷告也带着 聆听 我们需要学习的 来聆听 然后呢 最近我去上一个课 然后呢 这个课呢 是帮助人 做一些市场的 这个直销的啦 然后呢 当我在学习的时候呢 他们就讲到 聆听的重要 当我在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 其实聆听 别人的需要 很重要 当我们 不知道 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只会把 自己的想要 告诉别人 啊 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 你要这个 这个 但是呢 当我在学习的时候呢 你知道 原来 听见别人的需要 我们才能够 满足他们 我们才能够 把对的东西 给他们 这是智慧人 有的 这个 做法 所以呢 我就鼓励 弟兄姐妹 我们有多少时候 会聆听 可能先生啊 会聆听 你太太 内心的声音 很多时候 我们说 女孩子讲 不要 就是要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需要 学会 聆听 父母亲 我们有没有听 孩子们 心中的声音呢 还是我们 只意味着 你需要做这个 你要做这个 你要做这个 做这个 这个对你很好 这个 是 我们需要 引导他们 但是 我们也需要 听听 他们真的 心灵的声音 因为 当我们没有 学习 聆听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 只觉得 这只一意孤心 我们觉得 这个对他好 当我们成为 父母 我们也要学会 听一听 我们的孩子 他们 有没有 自己的想法 因为 我们知道 当孩子 一直在 这个 这个环境当中 一直在 规划 规划 叫他这样做 这样做 他会 失去自己的 这个判断能力 而且呢 他还也不会 做决定的能力 他会变成一个 非常 依赖 依赖性的孩子 所以成为父母的 用姐妹 让我们学会 我们一起来学习 听一听孩子的意见 让他们 说出来 让我们 多一点的沟通 而在沟通方面呢 聆听 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想到 当我遇到 我就想 我们花 好多的钱 有时候 我们遇到 问题 我们忧伤的时候 我们忧郁的时候 我们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我们就去找谁 辅导员 花辅导员 哇 花了 一个 section 可能不便宜 专业的辅导员 他做些什么 他就是 叫你坐下来 听你讲 你的问题 当我们把 问题全部 讲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人 也清神了 而我们知道 有人在聆听 为什么我们的感觉 会清神呢 因为我们知道 有人听见我们 有人听见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需要 学习 聆听 耶稣在圣经 告诉我们说 有耳的 就应当听 在新约福音 马拉太福音 他告诉我们说 有耳的 就应当听 在这个福音 为什么耶稣说 有耳的 就应该来听呢 这是意思 告诉我们 说什么 愿意学习的 想要得着 天国奥秘的 耶稣讲 你们要学会 听的这个技能 神给我们 能够听见 这个技能呢 是让我们来 学会 得着 天国的祝福 而怎样得着 就是透过 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听见 神话语 听见这些 智者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能够 实行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 就得着智慧 而且能够 活得丰盛 我在这个 这个网上 在搜寻的时候呢 我看见 有一段的话 非常好 它讲什么呢 只要我们 愿意的聆听 耳朵有助于 我们的灵命成熟 弟兄姐妹 当我们 学会听的时候 我们学习 听神的话语 学习听 圣灵的声音的时候 它能够帮助 我们的 属灵的生命 加速的成熟 加速的成熟过来 OK 因为呢 第十节告诉我们 刚刚我们看到 第十节的前半段 它讲什么呢 第十节 它讲说 骄傲 直起 真 真 真 但是呢 它下半段是什么 听取 劝言的呢 却有智慧 是想想一下 我们每一次 一个人吵架的时候呢 多少时候都是因为 我们 没有 学习 听见 别人内心的声音 丈夫没有听见 太太的呐喊 心中的呐喊 然后呢 太太也没有听到 先生在外面 工作的辛苦 她只看到 先生不搭 不搭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缺乏了 聆听 我们虽然有说话 但是没有沟通 因为沟通 没有 最重要的 就是学会 听见 别人的重要 这也是基督徒 我们为什么常常有灵修 个人灵修的时间 我们很看重个人灵修 因为个人灵修呢 让我们一个人 能够安静 在神的同在当中呢 我们能够学习来等候 一起来听 自己一个人花时间 与神独处 让神来教导我们 Amen 兄姐妹 这是第二点 我要告诉大家 智慧人的特质是什么 他们有第二个特质 那就是呢 愿意的聆听 学习的聆听 而第三呢 今天我们来看第三点 从真言书第十三章 智慧的人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智慧的人 殷勤工作 第四节跟第十一节 这边我们看 一个非常好 我觉得希望的 一段经文 他讲 懒惰人羡慕 却无所得 殷勤人 必得风欲 然后第十一节呢 他是一个跟 第十四节是响应的 他叫做什么呢 不劳而得之财呢 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的 必见真 必见家真 很简单 当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知道 懒惰的人 就没有得到什么 这是很平常的 必无所得 可是呢 弟兄姐妹 你是否知道 出埃及几记呢 在第二十章 第十七节 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在第十节当中呢 摩西 神透过摩西 颁复十节的时候呢 最后一节呢 他说什么呢 他讲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婢女如牛户并她一切所有的 这里所提到的贪欲和真言这里谈到的羡慕 就是同一个意思 英文叫做convert 就是呢 我们渴望得到别人所拥有的 得到别人所拥有的 我们常常 我们过去就看Facebook 很多就是 你就好咯 我们就很像 非常酸溜溜的 可是我们心中 现在表达了什么 我很想 也像你一样 可是我没有 没有像你这样的福气 兄姐妹 但是今天只要神 神透过这些经文 再次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不要羡慕别人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当我们越来羡慕 可能我们会陷入贪恼的意识 贪恋别人的 所得到的 而我们贪恋的时候 我们觉得 上帝不公平 上帝为什么他有 我没有 但是呢 神给我们 有手有脚 让我们能够 殷勤的工作 我相信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能够得着神的喜悦 当我们不去贪恋别人 所用的时候 我们也像神说什么 上帝我感谢你 我所得到的 我所得到的福分 是你良给我的 这样子呢 我们在神面前呢 我们不是一个 这个 这样讲什么呢 就是很像 讲神不公平 而是一个呢 在神面前 得着宝足的一个人 就是讲说 我们很满意 神给我们的 Amen 弟兄姐妹 圣经讲得很清楚 他讲呢 流泪撒种的 只有流泪撒种 才能够欢呼收割 今天我们讲到 殷勤 智慧的人 殷勤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不只是 这个原则 不只是在 属事的方面 当我们努力的工作 我们就会得到 但是呢 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 我们要下功夫 当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更多 尤其是在现在 这个科技发达 网上什么都有的时代 第十一节讲 不劳而获 得德之财呢 必然消耗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 我们都讲 我们坐在家里 舒舒服服 就想要 得到很多的 这个祝福 很多的 生意成功啊 然后透过网上 我们就做很多的 这个生意 但是我相信 神的原则 做事的原则 还是我们要努力 当我们愿意努力 我们就会得到 在属灵方面也是 我们在网上 可以听到 哇 不同国际 不同知名 讲员的这些讲道 但是 唯有当我们听到 而行到出来 当我们愿意 殷勤的 把我们所学习到的 磨出来的时候呢 生命才会得到祝福 殷勤的人 必得风雨 这是神给我们的 这个真言 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我盼望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学习 成为这个 殷勤做工的人 不管是在属世 或者属灵的方面 唯有我们愿意下苦工 我们就会看到结果 Amen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点 今天我们要来看 我们最后的一点 第四 智慧人的特质是什么呢 第四个特质呢 就是智慧的人 心存公义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们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 祂的这些东西 包括什么 当我在读 真言第十三章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跑出来了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真言第十三章 第九节上说 义人的光明亮 这些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 祂想要加给我们的 我们的光会明亮 然后呢 二十一节 义人必得善报 这是神要加给我的 二十二节 罪人为义人积存 资财 二十五节 义人吃得饱足 二人度负缺粮 这是神要加给我们的 然而呢 这些要加给我们的前提呢 有一个要点就是呢 我们要知道怎样是义人 智慧的人心存公义 righteousness 什么是心存公义 righteousness 怎样才成为一个righteousness的人呢 义人 怎样才算是一个义人 我带你看几节经文 弟兄姐妹 义人的定义 在圣经来看 在圣病记四章第八节 我们来看 他这边写什么 这个是摩西告诉以色列说 又有哪一个大国呢 有这样公义 就是righteousness的利率 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 成名的这一切律法呢 神透过摩西 把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 给Torah 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 摩西这么讲 像哪一个国家 有这样公义righteousness的利率 让我们看到 究竟什么是公义的利率 然后呢 生命纪第六章二十五节 这么说 我们若照耶和华 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 借命 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究竟人 义人怎么定义的 我们从这两节经文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一个端倪来 原来是神的话 透过遵行神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了神的义 但是然而在 罗马书又告诉我们说什么 看他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 究竟圣经是否在冲突 就没有一个义人 这样又告诉我们 尊心神的话 是的 弟兄姐妹 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 但是呢 当我们愿意的 来遵守神 耶稣基督儿子的教导 因为在约翰福音 一章十字节 告诉我们说什么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义人的定义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 就是呢 一个跟随 愿意跟随耶稣教导 跟随圣经教导 遵守神话语的人 这些就是义人的定义 而圣经应许我们 真耶稣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愿意 来跟随 先寻求神的国 和祂的义 祂的国 祂的掌权 先认识祂是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者 我们不骄傲 我们知道祂是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者 而我们愿意和祂的义 遵守祂的话语的时候呢 我们就成为义人 然后呢 这些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这些 上帝都要加给我 在真言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 智慧的人心存公义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感谢神 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学会这四一点 这四点 真言第十三章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学会谦卑不骄傲 好叫我们能够多多向神宣习 因为骄傲的人呢 蒙蔽自我的意识 而谦卑呢 打开好学之门 打开神教导的这个之门 然后智慧人呢 学会聆听别人的需要 然后我们也会殷勤的工作 不只在世上 而我们愿意做主的工作 也殷勤的来在属灵的方面来学习 最后让我们遵守神的话 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成为一个心顺公义的人 Amen